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轻抱 有衣穿长袍 有火放鞭炮 好 那么这一首小小的诗歌老师就读完了 那么你通过你聪明的眼睛发现今天要学的小知识了吗 好 那我们啊一起来看一看 嗯 老师这儿已经提醒你了 他们的韵母都是一样的 韵母是什么呀 嗯 对了 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奥韵 好 他呀都和包的读音有关 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有关的呢 好 我们来看都跟包子相关的 那么加上不同的偏旁就会有神奇的效果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跟水有关 也就是在他的左边加上三点水 那就变成了 对了 泡茶的泡子 好 那接下来呢 跟手有关 啊 我们在他的左边加上了一个提手旁 跟手有关 啊 轻轻的抱 很好 好 接下来再看看 跟食有关 哦 跟我们吃的食物有关系 那么加上食字旁就变成了 哦 吃饱的饱 好 接下来再看 跟衣有关 嗯 加上一个衣字旁 就变成了我们古时候的人穿的衣服 叫做长袍 好 那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个小哥哥 他穿的衣服呀 就是长袍 嗯 你看宽大的袖子 还有一点披肩 下身呢 是长长的袍子遮盖住的 这就是我们古时候人穿的长袍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跟足有关的 对了 加上一个足字旁 就变成小朋友们体育课要快快地跑 好 那最后一个是跟什么有关呢 对了 加上火字旁跟火有关 在春节的时候 小朋友们都在安全的地方放鞭炮 对了 好 那么这几个字呢 它们都是形声字 声音呢 和包字有关 形旁呢 代表它和不同的事物有关 好 我们再来读一读 好 我们再来读一读 炮 保 跑 跑 爆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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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么这六个字你都学会了吗 好 下次看到它们的时候 一定要认识它们哦 好,那么这个小知识呢,我们就先学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日积月累一些词汇 首先啊,请你听老师来读一读 一本正经,二话不说 三心二意,四面八方 五颜六色,六神无主 七嘴八舌,八仙过海 九牛一毛,十全十美 好,那么这几个词语 它的意思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在你仔细听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在这些词语当中 都藏了一些数字呢? 嗯,小朋友们真聪明,都发现了 我们看这一些成语啊 都是和数字有关系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啊,再来填一填到底是哪些数字 好,第一个词 对了,一本正经 好,第二个呢? 哦,我们刚刚说的二话不说 就是说,非常的果断 一点儿也不犹豫 好,接下来呢? 嗯,我们说上课的时候啊,要认真 不能三心二意 好,再接下来 哦,我们说在空旷的地方啊,非常的凉爽 因为啊,四面八方都是通透 有风吹过来 好,接下来这个呢? 嗯,过六亿儿童节的时候 小朋友们的衣服啊,都很漂亮 五颜六色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 哦,当你紧张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六神无主 嗯,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词 嗯,当我们上课 每一个小朋友都想举手回答问题的时候呀 教室里很多的声音 感觉呀,像七嘴八舌的 好,接下来这一个词呢? 嗯,这是一个俗语 我们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嗯,那么八位仙人 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本领 每个小朋友啊,都有自己的特长 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词 嗯,它叫做九牛一毛 你看,九头牛身上只找出一根寒毛来 这样的事情啊,是非常的困难 也是极其少见的意思 好,那最后一个字呢? 哦,是填的实 我们说实全实美 完全而又美好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呢 我们并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实全实美 只要每个小朋友啊,都尽力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就行了 好,那么这一些跟数字有关的成语你都学会了吗? 嗯,下一次在写日记的时候 嗯,下一次在写日记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其他的什么和数字有关的词 这一些呢,老师啊,不做要求 小朋友们听一听,看一看就行了 好,请你听老师读 一心一心一意 一望无际 一字千金 一朝一夕 三番两次 三人成虎 三言两语 四面八方 五湖 五湖 四海 五光 十色 五花 八门 七上 八下 好,那小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啊,查一查字典 这些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好,那么 接下来啊,我们要来动动手了 好,那做什么呢 我们看看这里有四个句子 只有第一个句子后边呢 有标点符号 后边三个的标点符号啊都不见了 那我们呀,帮他们来找一找 好,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句子是怎么用的呢 狐狸为什么说葡萄酸呢 好,你看这里呀,问的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问句 是问你的意思 所以啊,他用的是一个问号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句 葫芦藤上挂着三个小葫芦 那么这句话呢,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用什么标点符号呀 嗯,小朋友们很棒 我们啊,用一个小小的句号就可以了 好,那第三个句子呢 爷爷爷买得早儿,真甜啊 好,我们看这里呀,有一个感叹的意思 真甜 嗯,那我们用什么符号呢 对了,我们要用感叹号 好,那这样就表示赞美感叹的意思 那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句子 怎么说的 你喜欢小柳树还是喜欢小枣树 嗯,他呀,是在问你问题呢 你喜欢哪一个呀 所以,这里我们要用什么符号呢 对了,我们啊,要用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好,那么问号呢,就表示这个句子是疑问的意思 感叹号呢,嗯,一般呢,是疏养感情的意思 句号呢,一般就是用来陈述一个事实 说一句话 好,那么标点符号这三个你学会了吗 嗯,小朋友们都很不错 好,那么根据课文上的练习呢 这里呀,有一幅图片 请你呀,看图写几句话 那么,这一个呀,就留给小朋友们 等一会儿做课堂作业 老师看看哪个小朋友写的句子最好又最多 那么,接下来,老师啊,再讲一个小故事 那,这个故事啊,非常的有意思 小朋友们要竖起耳朵听哦 好,这个故事的名字啊,叫做骑驴 一位老爷爷和他的孙子骑着一头小毛驴 到北村去找朋友 刚出村子,迎面走来一个中年人 他自言自语的说 两个人骑一头小驴 快把驴,快把驴压死了 老爷爷听了,立刻下来 让孙子一个人骑 自己在旁边走 没走多远 一个老人看见了 摇摇头说 孙子骑驴让爷爷走路 太不尊敬老人了 老爷爷连忙叫孙子下来 自己骑上去 又走了不远 一个孩子看见了 很生气的说 没见过这样的爷爷 自己骑驴 让孙子跟在他后边跑 老爷爷赶紧下来 和孙子一同走 他们来到北村 几个种菜的看见了 说 有驴不骑 多笨呢 老爷爷摸着脑袋 看看孙子 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好 那么这个骑驴的小故事啊 中间也有一个小道理 这个道理呢 也要留给你自己来想一想 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意思 又让我们明白什么呢 好 那么今天这节课啊 我们就先上到这了 小朋友们要好好的完成课堂练习哦 好了 小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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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